这是一个全名插阅丛林求生的游戏世界 你作为游戏玩家 开局只有一棵树屋中 由于你处于新手保护期 你会获得系统奖励的保护罩 三天过后 保护罩会被系统回收 你为了生存 就必须种植树屋 以获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这么魔幻的吗 我昨晚还在加班 怎么现在突然出现在这里了 难道我被绑架了 欢迎来到求生世界 在这里 你的唯一目标就是活下去 忘记曾经拥有的一切 努力地活下去 我们为所有新手玩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一间树屋 记住 一定不要抛弃你的树屋 树屋是你唯一的依靠 恭喜你获得一颗树屋种子 请在三天之内选择合适的位置进行种植 树屋可以为生存者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种植后树屋将无法移动 记得要找一处肥沃的土壤哦 刚才提示中说了所有的信手 也就是说 现在和我处于同一处境的人一定还有不少 这里就像是一个生存游戏 所有人都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如果失败了 会死吗 此刻你从石板上下来 身体没什么异样 精力也很充沛 你低下头看了看那棵树种 这么小的一棵种子 竟然能够变成一个树 真的太神奇了 提示说需要找一处肥沃的土壤 究竟是开玩笑的介绍 还是说土壤的肥沃程度 关系到树屋的成长 你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脚下 你也不清楚脚下的土壤 是肥沃还是贫瘠 这游戏怎么回事啊 怎么连个新手教程都没有 这不是劝退吗 正在解锁求生世界创造者权限 是金手纸要出来了吗 解锁失败 正在尝试第二次解锁 解锁失败 正在尝试第三次解锁 尼玛 系统 你搞毛线 解锁失败 正在尝试第七次解锁 已经第七次失败了 系统你玩我呢 解锁失败 为您开放部分创造者权限 物品鉴别 最后还是失败了 等等 部分创造者权限 那完全就是无敌的模式 而且资源无限丰富 基本就是游戏自带的金手指了 物品鉴别功能又是什么 此刻 你看了一眼手里的树屋种子 种子的解释 已经变得跟之前不同了 树屋种子 可以种出小树屋 为生存者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种植在贫瘠的土壤中 可成长为低矮的小树屋 种植在普通的土壤中 可成长为小树屋 种植在肥沃的土壤中 可成长为高大的小树屋 这就是创造者权限 物品鉴别吗 有点东西啊 你再次低头看向脚下的土壤 贫瘠的土壤白 最为常见的土壤 有机质等养分含量较低 终于可以看到土壤的肥沃程度了 不过这土壤有点差劲 你抬头看了看四周 石板白 出生点 除了让生存者睡得浑身酸痛之外 别无他用 白羊树白 丛林中常见的树木 可以砍伐获得木头 德高菌白 有毒的菌类 红伞散白干干 吃完你就糖板板 好家伙 连菌类是否有毒都能看得出来 真是麻雀落在牛屁股上 确实牛逼 此刻你环顾四周 发现都是白色品质的资源 有些失望 这里毕竟是出生点 或者叫新手村 周围能有什么好东西 你思索了片刻 决定起身 现阶段的目标 就是找到肥沃的土壤 把树屋种子种下去 于是 你往前走 不一会儿 你看到了一处散发着绿色光芒的物资 那是食物 红姜果粒 可直接食用的水果 味道酸甜 虽然不怎么广宝 但姐可又好吃 于是 你摘下来一个 放进肥沃 真不错 由于没有包裹 你把上衣脱下来 把剩下的红姜果放上去寄起来 然后你提着衣服离开了 天渐渐地飞了下来 一路走来看到的都是贫瘠的土壤 往往呢 哎 争取今天找到肥沃的土壤 我可不想风采露宿 我要住树屋 然后 你又往前走了一段路 当你看到泛起绿色光芒的位置时 你顿时喜出望外 那是一片湖 芦苇粒 一种在湖边生长的植物 似乎是某种工具的制作原料 莲藕粒 一种食物 可以直接生食 也可以烹饪后食用 好东西 有糊 有原料 有食物 在这里定居真是不二之选 不过这周围有没有肥沃的土壤呢 你环顾四周 突然 一抹蓝色的光芒 浮现在你的视野之中 红姜果蓝 可直接食用的水果 味道酸甜 拥有明目功效 食用可获得二小时夜市能力 哦 蓝色品质的红姜果 竟然还有这种功效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的吗 不过 这还不是重点 你再次抬头望向湖边 肥沃的土壤蓝 一块肥沃的土壤 有机质等养分含量非常丰富 非常适合种植树屋 抓紧多种吧 幸运女神可不会每次都眷顾你的 漂亮 终于找到肥沃的土壤了 你看了看湖周围 放眼望去其他都是绿色品质 或者白色品质的土壤 似乎就这一块蓝色品质的土壤了 费了半天劲才找到这么一块蓝色品质的土壤 那就不浪费时间了 我决定将树屋种子种在这里 于是 你挖了一个小汤 把种子种了下去 树屋种子种植成功 生长时间剩余二小时 作为一个行动派 你并没有待那里看它生长 你打算去湖周围看看 还有什么物质没有 红姜果蓝 可直接食用的水果 味道酸甜 拥有明目功效 食用可获得二小时夜市能力 上品香菇蓝 可食用菌类 味道极其美味 食用后可永久性及小幅度增长质力 高等白羊树蓝 一种更高级别的白羊树 砍伐可以获得高级木材 这三种植物对应了三种不同的功能 这么看来 只要是蓝色以上品质的物资 就会有特殊功能 由于东西太多 你不方便携带 索性没去管 两个小时过去了 是时候回去看看树屋生长情况 这 这是绒树吗 高大的小树屋子 一种由绒树生长形成的树屋 是树屋中的高级货 天生拥有其他树屋无法匹敌的血脉 能够获得这种树屋的人不是欧皇 就是挂币 你是哪一种 我是挂币 全民穿越丛林求生的第一天 你种出了树屋 可眼前这棵高达二十多米的大绒树 足有七层楼之高 这个高度 我该怎么上去呢 请宿主在心里默念开门口诀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你的眼前便会出现一道传送阵 站到传送阵中央即可进入树屋 你将信将疑地念起了口诀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这是一道传送门凭空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压麻呆住了 卧槽 这也太神奇了 你走进传送阵 随着一道光消失不见 转眼间 你又随着一道光 进入到树屋内部 这 这也太刺激了吧 整个树屋有三层 每一层都有一百多平米 因为开了几个窗户 所以整个空间很明亮 好家伙 穿越前 我还愁着没钱买房 现在系统直接送我一套湖景别墅 厉害了 树屋的第一层和第二层一样 都是空空如也 而第三层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刚踏入第三层 就被镶嵌在树屋墙壁上的 一张巨大荧幕给吸引住了 怎么突然这么高科技了 荒山野岭的还给拍电视 荧幕边的地板上 放着一个纸箱子 里面装着五瓶水和五袋面包 看起来是给新手的福利 树屋主机启动 目前可用功能 基础物资制作和地区频道 你点开基础物资制作 发现可以利用树屋 去制作一些简单的工具和物资 像石符 石稿 石锣等石制工具 等简易家具 接着你又找到了合成台制作方法 合成台 这可是个神器 游戏似乎现在才刚刚开始 合成台率 可以制造更为高级的工具 需要五十根木材率 五十块浏览石率 浏览石湖边有很多 但是要想获取木材 我还得先制作一把石符 但是你并没有着急下去收集材料 而是退出了基础物资制作界 进入了地区频道 该频道可以同意地区的生存者 进行聊天互动 资源交易 当前所属地区 从以188区 当前地区人数 9998人 频道功能将于明天开启 便于生存者交换物资 但请记住 不要试图抛弃树屋 否则后果自负 这两天我都是自己一个人 在荒芜一人的丛林里探索 心态都快出问题了 现在有了这个地区频道 我怎么会拒绝 跟里面的生存者互动呢 由于地区频道 暂时还未开启 你打算先下去收集一波材料 于是 你在心里默念开门口诀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 你在湖边转了一圈 捡了一些树枝和石块 然后回到树屋 先制作出了一本石斧 然后你拿着石斧 又来到湖边砍了一些树 分几次把木材和鹅卵石 带回了树屋 终于可以制作初级合成台了 恭喜你初级合成台制作完成 这个合成台 仅是由石头和木头 共同构成的简易工具台 合成台靠后的位置 也竖起了一张虚幻的小屏幕 这么高科技吗 你看像那个虚幻的小屏幕 上面的东西让你惊喜不已 背包 火把 烤架 初级熔炉 都是好东西 可是需要的材料有些变态啊 什么兽皮 铁块 这些估计要等过了新手保护器才能弄到吧 刚才你搬回来的木材 还有剩余 于是你决定用这些木材制作一些家具 桌子椅子床什么的 这树屋实在是太空荡了 总不能每次回来都是躺地板上睡觉吧 你选择了基础物资制作 很快 你的树屋里就拥有了第一批家具 木桌白 简陋的桌子 勉强可以放置一些东西 但别太沉 容易坏 木椅白 简陋的椅子 体重超过90公斤就把它当柴活烧了吧 木床白 简陋的床 与睡在地面上的唯一区别是睡在上面会有支哑声 导致睡不好 你坐到了木板床上 床板果然发出了滋滋压压的声响 这批家具可真是简陋无比 不过没办法 先凑合着用吧 我实在是没有睡地板的习惯 由于累了一天了 你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地区频道开放 当前所属地区 丛林188区 当前地区人数9997人 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孤独一人 最后一次告诫 不要抛弃只属于你的小书屋 现在和其他生存者一起活下去吧 有人吗 真的有人 两天了 两天了 你知道我这两天是怎么过的吗 兄弟们 你们现在都在树屋里面吗 对啊对啊 最开始就一颗树屋种子 大家都这样吗 我也是 俺也一样 假人们 我这两天都卧在树屋里不敢出去 面包河水都要晕望了 你们谁有躲鱼的救济救济我吧 新手保护器都不敢出门吗 你怕是废了 大家都有面包河水啊 我还以为我是运气好开出来的呢 你们都把树屋种子种在哪里了呀 还能种哪里 我走了半天除了树还是树 只能随便种了 我找到了一条小溪 种在了小溪边上 大家都是低矮的小树屋吗 不然呢 难道还有不同的树屋吗 我也是低矮的 也太小了 不到20平 跟我宿舍差不多大 怎么都是低矮的小树屋 不应该是小树屋吗 啊 万关语音了 看来并不是每个人种出来的 都是低矮的小树屋 这个叫李文西的女孩子 运气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像你这样种出高大的小树屋的人 恐怕是万里挑一了 你退出了聊天大厅 然后进入了交易平台 20根木材白 换取瓶装水 或者其他水资源 10根石块白 换取任意食物 这些白色品质的木材和石块 也捡来当个宝 你刚要关闭交易平台准备出去 突然看见了一条交易信息 铁矿石绿 换取任意蓝色品质物资 具体数目私聊 哦 李文西 是刚才那个种出小树屋的女孩 她运气真好 竟然找到了铁矿石 难道她也跟我一样 在类似的资源区吗 于是 你赶紧向她发起了私聊 你好 你有铁矿石吗 嗯 换蓝色品质的物资 可以提供两个小时 夜市功能的红浆果 要吗 要 这样吧 我给你三块铁矿石 换你一个红浆果可以吗 没问题 我这里还有蓝色品质的 上品香菇你要吗 要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这里还有蓝色品质的 木材和石块 可以和你交换 对了 我能和你做长期交易吗 当然可以 哈哈